如果你真的可以执行到这些方法 减肥的成功率没有100都有99 棒秤上面怎么每一天它都是一样的数字 它是坏了吗 不过在这些这么难的过程当中 最难的事情叫做 大家好我是欣怡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件 很多人都尝试过 可是很多人也会失败的件事 减肥 那话说是这样的 有一天呢我就跟我的好朋友出去吃饭 我在点餐的时候就问他说 哎你要喝什么饮料 然后他就跟我说 嗯我最近在借饮料 那说完了就拿其他的大水瓶一直在灌水 我就觉得哦好好奇哦 到底为什么他会用这个方法来借掉饮料呢 他就跟我说他最近在看这本书叫做 原子习惯 atomic habits 朋友就说他是看了这本书之后 有毅力去执行借饮料这件事 那其实这本书呢在我的书架已经超过半年了 原子习惯这本书有多红 你问十个看书的人九个都听过 所以呢为什么我遇到的时候不假思索就买下了 只是我还没有看 听到朋友这么一说 我就非常有兴趣的去读读看 为什么这本书让人这么有力量 那据说很多人在看了第一张之后就有改变自己的习惯的动力了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买书来看 同样的这个视频下方有买书的链接 那很可能你在看书的时候都会发现这些方法在一些地方你都看过挺熟悉的 那作者呢就用了很多研究和实力来论证我们的行为 所以我相信说如果你真的要改变一个习惯的话 看这本书真的会让你有更全面的概念 说真的如果你真的可以执行到这些方法 减肥的成功率没有100都有99 关键是你要执行得到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James Clear 他是用他自身的经历来和大家分享 为什么改变一点点的习惯就可以改变你整个人生 那这本书一开始呢他就说了一个故事 就是关于他在高二的时候被一整只棒球棒 打到自己的脸非常血淋淋的一个故事 他那时候是被棒球棒打碎了脸 所以这次真的是不夸张哦 请在这里放一个碎掉的音效 那时候他比方断裂颅骨骨折 眼窝这里是碎掉的啊 曾经一度整个眼球还凸了出来 用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去恢复 可是因为作者太爱棒球了 即使受这么重的伤他还是坚持恢复了之后 回到球场 然后凭着改变一点点的小习惯 在他被棒球打碎了脸六年之后 他成为了他的大学的最佳男运动员 同时也获得总统勋章等等的殊荣 这一切的关键就在原子习惯 我觉得这套方法呢是可以用在任何我们生活里面想要培养 或想要戒掉的习惯上面 今天呢我们就套用一个我们经常都是 然后很容易失败的这件事 减肥 如果你今天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根据这些方法去执行你的减肥计划 之后请你来告诉我到底你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当然如果肥胖不是你的困扰 现在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来思考一下 你在生活中有什么想要培养 或者想要戒掉的习惯 三二一 好马上来开始我们的原子习惯 好我经常都说你要做一件事情之前 你要搞清楚你的敌人是长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们先来分享一下 作者觉得很多朋友在培养习惯的时候 都有一些认知上的误区 OK首先第一个误区就是 很多人都觉得要得到好的效果 是需要涉及很大的改变的 那这个绝对是个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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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是因为如果你一知道那个事情 是个很大动作的事 你就会觉得很难去执行了 对不对 还没有开始 你就已经吓到你的大脑了 所以首先你要认知 其实一点点的改变 都可以改变你整个人生的 任何成果都是累积而来的 所以为什么这本书叫做原子习惯 而不是小丸子习惯 小丸子很大力 天资很小 你知道如果你今天开始 每天进步一个百分比1%的话 一年下来你可以进步37倍 可是如果你每天都退步1%的话 一年之后你很可能会归零 接着呢你需要知道 我们改变习惯是为了看到成果 可是成果它扑上来之前 它慢慢扑上来之前 是需要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潜伏期 所以改变习惯真的不是立竿见影的事 你必须要有耐性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都觉得 改变习惯就是改变行为嘛 其实更重要的是改变你的身份认知 怎么说呢 假设今天你要减肥啊 你可能对于你的行为的改变就是 我今天想要吃的健康一点 可是对于身份认同的改变是 我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意思是你在改变习惯这个大画面 并不应该由各种行为来构成 而是应该由你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来构成 一个健康的人会怎么样思考 每天喝很多水 吃很多的蔬菜 运动 你应该用身份认同的角度去思考 而不是单一行为 原因是如果你告诉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呢 你的大脑会接收更强大的讯号 这样呢你会实践你的减肥计划实践的更轻松 来现在一起跟我讲 我是一个健康的人 我是一个健康人 我是一个健康人 我要赚一百万 我要赚一百万 好刚刚都是误区 现在我们来开始打造行动 OK改变习惯 第一点 打造提示 习惯是什么呢 习惯就是你重复一件事 重复到你不用用脑 它都会自然发生 就像我经常在开车 去另外一些地方的时候 如果我一没有用脑的话 我会不知道为什么开到去上班的地方 因为我习惯了那个路线 所以习惯是很恐怖的啊 那因为习惯在我们身体里面已经根深蒂固了 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发现它了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发现它 特别是一些坏习惯 你需要看看你每一天的行程 有哪些习惯是你下意识进行的 比如说你晚上看电视 一定很自然就拿起零食放进嘴巴里面 是不是在热天的时候 很自然就会拿出汽水灌下去 觉察你的习惯发现说 原来我有这个看电视一定吃零食习惯 或者是喝甜饮的习惯 这个跟你的身份认同 或者是要减肥的这个目标 是抵触的 好那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的问题在这里 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要设定好行动的计划 比如说你要告诉自己 我在晚上看电视的时候 只喝开水 那这个方法呢 是设定一个习惯的连结 就是你在看电视是一个习惯嘛 那吃零食也是一个习惯 可是你要戒掉这个习惯 你就用另外一个东西来取代它 看电视的时候喝开水 你的大脑就会形成一种提示 就知道说 哦 现在看电视了 我要喝开水了 同样的 做运动的习惯 也可以靠这个方法来培养 比如说 看电视的前一个小时 我要做运动 这整个习惯的堆叠 就是从你要做运动 然后你看电视 然后喝开水 是更容易过 你只告诉你自己 哦 我要戒掉零食这个习惯 好 有了计划之后 你就要打造一个方便你执行 这计划的环境了 首先你要丢掉你所有的零食 跟所有的汽水 这早我用过耶 过年的年饼 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吃完 原因就是我把它藏在我的 stor room里面了 非常有效 因为你只要看不到它 你就不会吃它 不要把零食啊什么的 放在那种随手可及的地方 那会死得很惨的 买几个大的水壶 装满它 放在家里各个不同的角落 然后七早八早就铺好 那个运动垫子 先不理你什么时候运动 先铺好 我有朋友也是这样的 就是他明知道自己 傍晚的时候才运动 可是他早上就会换好运动服 就不给自己退路那种感觉 这就是一个打造 有效改变你习惯的 环境的方法 好 改变习惯第二个步骤 让你的习惯变得有吸引力 那书里面有提到 据说有一位电机系的大学生 他非常喜欢看Netflix 可是他同时也知道自己的运动量不足 于是呢 他就打造了一个脚踏车 那种运动脚踏车 他只要踩到一定的速度 才可以播放Netflix的 如果他一慢下来 Netflix就会关掉 那就是因为这样 他就是打造了一个 有吸引力的运动习惯 就他很喜欢Netflix嘛 所以他就一边踩一边看 那当然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那么强的 Programming的能力 给大家我的方法 我的方法呢 就是一边做运动 一边看Netflix开着电视 这样 我对我自己没有那么狠啊 不过 因为我知道 做运动这件事 有Netflix可以看 这样子感觉就会比较轻松 那个阻力没有那么大 所以你必须为你的习惯 打造一些吸引力 比如你很想要培养看书的习惯 那你可以跟你自己说 我看书的时候点一个我喜欢的精油 那你就觉得那个环境很吸引啊 或者是看书的时候喝一杯红酒 那就可以让你的大脑感觉没有那么抗拒这件 你之前没有做过的事了 好 另外一种让你的习惯变得有吸引力的方法 就是加入社团 比如加入瘦身小组的training啊 因为那里有很多人跟你想法一样嘛 所以你就觉得没有那么压力 或者是再简单一点 你有没有什么偶像啊 身材是很好的 比如蔡依林 你就每天看蔡依林的这个照片 觉得 哦 这个马甲现在好漂亮 觉得哇 我想要成为她 就可以打造那个动力的了 好 改变习惯第三点 让习惯变得轻松简单 接下来这个部分 是我认为在改变习惯中 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你必须要让那个要培养的习惯啊 足够容易执行 比如你要看书 你跟你自己说 我今天看一页的书就好 不要跟你自己说 看一本书 如果你没有看书的习惯的话 你会觉得看一本书很难 除非你是看我的书 很多人都说 我的书很好看 所以一下子就看完了 即使是没有看书习惯的朋友 我这样子没一集讲 会不会被揍 如果你是要培养做运动习惯 不要跟你自己讲说 一个礼拜做多少天的运动 跟你自己讲说 今天做五分钟的运动就好 一开始五分钟 你就想走了 然后再一个五分钟 再一个五分钟 之后你就会觉得 反正我都来了 哎呀做个十分钟啦 做个半小时啦 久而久之 你就可以培养到这么好的习惯了 刚讲了要培养习惯 你要让做的事变得轻松 同样的 如果你要戒掉一个习惯的话 你要让那件事变得够难 比如你知道 你一出门就很想要去外带一些小吃什么的 那你就让自己不带钱包出门 虽然现在用手机也可以给钱 不过至少给自己一个仪式感 我不带钱包了 我不要买 或者是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在外头用餐的时候 要控制食量 你在点餐的时候 你就跟那个服务员说 一半或者是四分之三 帮我先打包 我只要糖食这一半或者四分之一 这样呢就可以减低你的食量啊 要戒掉一样东西的时候 真的要让它足够难发生 所以如果你要戒掉一个人的话 记得 delete掉你的前男友的照片 或者是Facebook 或者是Instagram 不要让大S的故事发生在你身上 啊不是 这样子呢 你再怎么思念它 你都没有办法找到它 你就可以成功戒掉它了 好来到培养习惯 第四点 奖赏 我们的大脑是很喜欢奖赏机制的 所以你在完成了一个习惯的时候 记得给自己一些小奖赏 比如你可以存五块钱进一个户口 那日积越累 你看到那个钱越来越多 你就觉得很有满足感 当然这个奖赏要和你的目标一致啦 你不要跟我讲 我做了运动一个小时之后 我吃两只冰淇淋 就抵触了你的目标 那就不行嘛 你存钱进个大本里面 然后你告诉自己 要买那种美美的运动衣 哇想到就很爽 虽然很多时候穿在自己身上 觉得还是哪里乖乖的 可是至少想象也很好啊 然后如果你对你自己够狠的话 其实你可以制定一个裁判 来让他来监视你 比如如果我没有完成这个习惯的话 我要给我的裁判50块 然后就因为这个恐惧 你就会去执行你的习惯的了 当然追踪你改变的成绩也很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我在设计 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时候 第一样我要放进去的element 就是habit tracker 就每一天如果你有做到你的习惯的话 就打一个勾勾这样子 当然也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特别是要减肥的朋友 其实追踪你的习惯 是更重要于追踪你的成绩的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都已经是30多的人的话 你会在减肥的过程中发现站在那个磅秤上面 怎么每一天它都是一样的数字 它是坏了吗 其实不是 就是我们的体重一直在一个瓶颈区很难突破 那很多朋友就在这个阶段就已经放弃了 所以特别是在减肥这件事 大家不要以体重来做一个指标 可以用其他的比如说睡眠品质变好啊 皮肤变亮啊 或者是体脂肪的下降啊 体脂肪也是要用很长的一个时间来下降 所以要小心追踪也要追踪的对啊 你要知道这种上上下下的数目字 虽然说不是完全不应该去在意 不过你更应该注重的是培养到这个习惯 只要你培养到做运动的习惯 或者是饮食健康的习惯 一直到你的大脑完全不用费力气 就可以去执行的话 那你瘦下来或得到你的收获是迟早的事 好最后提醒大家 习惯是很强大的 要培养很难 要戒掉也很难 不过在这些这么难的过程当中 最难的事情叫做开始 如果你可以开始 就已经是成功了一半了 而且要记得一旦开始了 就不要这么容易中断 我们每个都是人嘛 我费花 我们每个都是 我们大家都是人 我们都有意志力薄弱的时候 都有想说 今天不如我吃一块蛋糕 或者是我今天就不运动了 当你出现这种意志力薄弱的时候 告诉自己降低难度 可是不要中断 意思就是 如果你制定的是半小时的运动 你告诉自己 好今天我动十分钟就好 让执行的难度减到很低 都不要中断 因为一旦中断你就很难再重新开始 刚才讲了嘛 最难的就是开始嘛 只要真的可以打造到习惯 你就可以变成蔡依林了啦 好 那今天在会员区我们也跟大家分享 你成为了蔡依林之后 你该怎么办 就是如果你成功培养到习惯之后 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心态 好如果你想要加入会员区 记得在这个视频下方点击赞button 就可以以一个月十令吉的方法来支持我的创作 同时有很多很多的额外内容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的朋友有用 记得要分享给它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或者是留言 如果你有想要改变的习惯 非常欢迎你在下面和我分享说 你要讲apply 这四个方法 包括提示 让你的习惯变得有吸引力 让行动变得轻松简单 还有奖赏自己 比如如果你要忘记你的前女友 刚才我讲了嘛 首先你发现说 你每天都去看她的Facebook一轮 你要察觉你有这个习惯 接下来你要让你的习惯变得有吸引力 那你就会培养去看其他美女的脸书 或Instagram的习惯 那接下来你要让你的行动变得轻松简单的话 你的房间里面可以贴很多很多美女的照片 可是不是你的前女友 那最后给自己奖赏 如果一天不看她的Instagram的话 就奖励自己喝一杯啤酒 好欢迎你在评论区跟我分享 如果你真的要改变的话 你觉得可以怎么样用这四个步骤 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虽然我知道每次我这样讲 都没有什么人会写 It's ok 好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记得订阅 可是不用开铃铛 因为开铃铛就像那个YouTuber 每天要人家留言这么烦 人生真的是不进折退的 折 折 人生真的是不进折退的